大哥大嫂 你们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们是不是不准不给爸有老的 老啊 你胡说什么呢 不去 不去跟嫂子 爸 你什么时候去的老二家呀 我哪里做的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呀 不是的 爸知道你是个好儿媳 哎爸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搞得像我不孝顺似的 再说了 这不就我大哥呢吗 你天天往我家跑什么呀 我一天工作忙的 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呀 老啊 你是怎么说话的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大宝 爸今天去你那儿 是想给你送点爸自己种的菜 还有 爸今天跟你商量点事 爸没打算在你这儿常住 这还差不多 谁嫌你那破菜 几十块的破菜在城里啊 能买一大堆 有什么事情啊 你赶紧说 我那边还有事呢 你妈能走的时候 给你留下点东西 爸想给你们封一下 什么 来爸 快里面坐 来来来来 爸 你快说 我妈到底留下什么了 小的时候 你跟我妈最疼我了 这回呀 不过分点 爸 妈留下的东西 可不能分呀 您自己留下 也有个念想 你们要不要 我全要 爸 你跟我去咱家 我跟你讲老 老 现在 咱爸又能去你家了 你不是工作忙 没时间照顾他吗 什么事情有照顾咱爸重要 再说 你少个靠口 爸 你快说 我妈到底留下什么了 你妈 留下的是欠条 什么 欠条 你妈走的时候呀 咱们家的生活条件不好 为了给你妈看病 欠了一屁股的外债 到现在 也没有欢情 老话说得好 负债子皇 行 你都说了 负债子肠 找我大哥去 你就当 没我这个儿子 你 你 你什么你呀 我还有事 我该走了 老 你说的 还是热话吗 咱爸妈 把咱们兄弟两个的 抚养长大 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你读书 上学 毕业以后 给你娶妻生子 给你买车买房 你有了孩子 爸妈还给你带孩子 这些 难道你都忘了吗 爸妈 怎么能用你这个老儿子呀 你这是个悲哀了 爸 你看看 我哥他怎么说我呢 你也不管一管 你别叫我爸 我没有你的儿子 老儿 你有什么资格叫爸呀 爸 是要来赶儿的 不是要来榨取的 自古 天道又闻悔 你也有孩子 你就不怕 你的孩子 叫来也这样对你吗 我们不是一样人 我们是你儿子 你们别吵了 你妈走的时候 留下的是 二十万的存款 不是外债 你妈走的时候 怕没人养我 告诉我 谁养我这个卡给谁 老大 儿媳妇 这个卡给你 爸 这个钱 你就留着吧 有你儿子 跟你儿子下发债 你还怕没人给你养老呀 如果 把金钱和销售 困包在一起 那这销售 不就变完了吗 爸 来坐 你儿子下巴 老大 你儿子下巴